莫莉 我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肯定不记得了 这是 我们看的第一场电影的飘根 我记得 那场电影 我第一次牵了那首 所以对我来说 真的是特别美好的记忆 当然了 还有剩余的 一百一十场 我都留着 这些记忆对我们来说都 太美好了 我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 相貌普普通通 我都工作普普通通 我觉得我这辈子 做过唯一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就是爱上了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走的每一步 都是为了更接近你 都是为了更接近你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能 保护你 爱护你 有机会 把我自己全部都交给你 所以 你 你愿意 你愿意嫁给我吗 全新烈 加入 想给他 搭给他 我超给他 带给他 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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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花了 接花了 茉莉 亲爱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怎么回事 默老师 别喝了 看你这么难过 我心里也不好受 都怪我 我以为 《墨莉世界》只是一时 没想明白 犯了错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这样子 你就不会求婚的 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你别喝了 茉莉 亲爱的 你愿意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坦纯的伤 自由 对自己 怎么有什么意思 对不起 什么人还大意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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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在跟我交往之前 她的男朋友是高远 好 我们本科那会儿 是一个戏的 那时候 大家都喜欢莫莉 是一个戏的美好纵 还是莫莉只喜欢高远 我们的事情一不理解 就别来交换了吧 可是谁知道后来 大学本科毕业 高远被交换到英国去年研究生 他们异地恋了一段时间 后来分手了 我意识到 我意识到 我的机会可能来了 我就 用尽我最大的力气去照顾她 最后终于打动了她 可能当时我也知道吧 她对我的不是爱情 但我无所谓 莫师姐她告诉过我 她亲口跟我说了 她很爱你 可是后来怎么 我也不懂